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天气跟过去几天 稳定晴朗的情况是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台湾的东北风 有稍微增强 另外就是有一些水气 从东方海面稍微接近我们台湾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阴风面地区 像是北部跟东北部 甚至整个东半部都有这个云层 变得比较多 云量变得比较多 云层变得比较厚的这样子的变化 尤其在我们基隆北海岸 今天是有一些局部短暂战雨 其他地方的话就是有点失心失语 因为这个云层是变多了 但是也不算是很厚 所以就会有点变幻无常的情况 那么中南部的话 今天天气还算是相当的稳定 那么预计这波东北风 明天还会再增强 那么持续影响时间会大概到礼拜五左右 所以礼拜五之前 封面北部东北部的天气 都会是云量比较偏多的情况 也容易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战雨 那么也建议大家出门的话 可能要记得期待雨具 大概到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这波东北风又会再逐渐的减弱了 那么礼拜六天气会转成偏东风 比较稳定晴朗 那么温度也会逐渐回升 礼拜天的时候也是会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礼拜天的下半天 还会再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但是这一波的影响时间也不是很长 大概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一左右 接下来下个礼拜的礼拜二 礼拜三也都会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未来的一个礼拜其实天气变化了 速度会比较迅速一点 时常有冷空气南下 但是强度又不是很强 所以要特别注意 未来一个礼拜的这个温度的 一些起伏的变化 尤其是在银峰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那么中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虽然说是比较不受到 这个东北风的直接影响 但是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清晨低温 也就是稍微降一些 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温度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北部 在未来一个礼拜的温度的趋势 可以看到要特别注意就是低温 在未来几天 尤其礼拜五之前会稍微往下降一些 低温大概是17到19度 那么中午高温反而是变化比较大的 可以看到在这个礼拜五之前 低温大概都是20到22度 礼拜六天气转型之后 可以来到25度 礼拜天的话就要看整个云量的多寡 如果说云量又再次的变度的话 可能也会在这个高温往下降 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 有的时候是比较凉 有的时候是比较温暖一些 所以要特别针对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调整穿着 不然就很容易着凉感冒了 那么南部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这些温差是比较明显一些 尤其我们的包含中部 南部甚至我们东南部也都是类似的情况 清晨跌温大概在18到20度 那么中部还会在更低一些 但是中午高温基本上都可以来到 大概25到27度左右 所以这个早数晚归 还是要记得添加保暖的衣物 那么来看一下下雨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礼拜五之前 银风面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 尤其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震雨 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 因为风向转变了 所以天气又再度的好转 但是银风面呢 可能还是云量稍微的偏多 但是基本上降雨几率就变得比较低一些了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概事实上就是银风面的北部跟 东北部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的其他地方 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一些 那么还是要特别注意低温 各地的话呢 大概都是18到20度左右 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的 甚至降雨几率还会再更高一些 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呢 还是一样 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震雨 另外清晨也要特别注意低温 大概就是只有17到20度左右 南部跟东南部稍微比较温暖一些 另外也要特别注意 我们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 还有南部的这个空气品质 有可能到达 到达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呢 是东北风会稍微的增强 还有这个冷空气再加上 有一些水气的增加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会转成 潮湿偶雨的这个天气 中南部跟东部相对是比较稳定 但是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些 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南部地区 那么礼拜六的话呢 冷空气会稍微减弱 转勤回温 但是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变化会比较迅速 也提醒大家要规划一些外出行程的话 要随时更新最新的天气资讯